卫生总监诺西山指出大马疫情有好转迹象 政府正在物色机场附近的三星级酒店 原因是什么呢 继模仿多拉A梦之后 卫生部的贴文也引起了热议 更多的新闻详情 马上来看4月1号的百革大世纪 晚上好 我是袁静 重新来跟进疫情消息 卫生总监诺西山宣布 大马今天新增142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之间累计确诊病例达2908宗 死亡人数则增加两人 累计死亡病例为45宗 死亡率保持在1.55% 不过好消息是 今天的痊愈人数在创下新高 كmenterian Kesihatan Malaysia ingin memaklumkan bahawa terdapat 108 kes yang telah pulih dan dibenarkan discarge pada hari ini ini menjadikan jumlah cumulative kes yang telah pulih sepenuhnya daripada jangkitan COVID-19 dan telah discarge daripada ward adalah sebanyak 645 kes 政府一决从4月3号起 所有从国外回国的国人 都必须到隔离中心隔离14天 根据新洲日报掌握的独家消息 政府正在物色机场附近的三星级酒店 冲坐隔离中心 以安置反国人士 而且住宿费全由政府承担 另一个内阁消息也表示 今天的会议也讨论了 要如何更有效的分发口罩 给有需要的人民 但却没有讨论是否关闭灾戒约市集 因为这还言之过早 民众期盼已久可以获得 500令吉到1600令吉不等的 国家关怀援助金 今天起开放申请 民众可以到税收局官网 输入身份证号码 查询是否能够获得援助金 但是由于太多民众涌入网站 导致网站出现大瘫痪 也至下午5点为止 依然无法浏览该网站 对此税收局提醒大家 查询服务将一直开放至4月30号 税收局也释出 BPN援助金的主页网址 但是同样面对网站瘫痪的状态 税收局也重申 该局将通过电邮通知已经获得批准的 援助金受贿者 因此符合资格者都无需另行提出申请 此外也要告诉你 如果你需要申请 可以到以下网址提出申请 在抗议的当儿 昨天网络也疯传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的 学多拉A梦音调的笑话 而该部昨晚致歉之后 今天轮到卫生部所发布的一则贴文 引起热议 卫生部在推特分享一张 举沙发的照片 并写道这是其中一个在行管令期间能在家中运动的例子 呼吁民众即使在家也要保持活跃的生活 但是网民的反应褒贬不一 有网民认为这个举例并不恰当 更指这是不负责任的贴文 另外有网民认为这只是在开玩笑 换个焦点 随着雪州八升列为新冠肺炎疫情红区 八升的吉丹岛和五条岗也宣布 即日起正式封道 所有客船停驶 岛民也禁止出入岛 而已经离开的岛民也暂时不被获准回岛 直到行管令结束为止 运送日常用品和食材的货船 则会减少运送次数 较早之前 该岛只限制游客禁止进入岛内 如今实行更严格的措施 避免岛民受疫情影响 一名男子在行管令期间在外游荡 被警察逮捕时 谎称是大城堡清真寺万人集会的出席者 遭警方立即隔离 并通知卫生部到警局进行消毒工作 随后男子的亲友告知 男子并没有出席传教集会 金盘问下才坦诚是因为不想被扣押而撒谎 目前这名男子因为主菜办公 违反2020年传染病预防其控制条规 在疫区措施第七条文 以及提供假资料接受警方调查 百哥再次提醒大家 在行管令期间 没事请不要外出溜达 那么今天的新闻到此 感谢收看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